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啦啦啦啦啦 instantly 三三夜涌花哮 让族去彻郎独放 若非收足同行 离心 眼有种花带紧张 赤大人 给您添了这么多的麻烦 方某实在是愧疚不已啊 赤大人 念在世愧 您又无知 少不耕士 您还是通融通融 赤大人 其实这件事 也不全怪世愧 世愧它也是出于好心去救人 赤大人 如果您能够高抬贵手 我方某感激不尽哪 这万德福的事儿 我也知道不少 碍于他的哥哥与我曾是同窗 我又是个念旧的人 所以啊 这事儿啊 我也不好插手 不过这事儿啊 我会妥善处理 只是这个赔偿方面 赤大人 赔偿的事情请大人放心 我方家虽算不上豪门 但这些年在外边做生意 也有些积蓄 赤大人您放心吧 赔偿不成问题啊 那好办 那好办 来人呢 请方少爷帮夫人过来 赤花 赤花 赤大人 这次真的不能怪施玉啊 实在是那个万全才他 闭嘴 昨天我跟你说什么来着 我不让你出去 你一转眼就跟我忘了 老爷 老爷 施玉他这样我也有错啊 你的事儿一会儿再说 施玉啊 你也大了 也见了不少世民 爹想管你也是力不从心了 这样下去 我看 咱们还是算了吧 爹 不要啊 施玉犯了错误 要打要骂都可以 可是千万别在玩 断绝父子关系的游戏了 太伤感情了爹 哪怕 哪怕让我在祖宗面前 跪一辈子都行啊 好 那我问你 你真愿意在祖宗面前 跪一辈子吗 我就知道你小子办不到 我跪 我跪 只要爹 不断绝父子关系 即使在祖宗面前 跪一辈子 我都认了 可是爹 咱们认识那么久了 能不能打个折扣啊 老爷 您不是常说的吗 路见不平 要拔刀相助吗 好了好了 你们俩别在这儿演戏了 都起来吧 我原谅你们就是 邓爷 你刚才说什么 我说我原谅你们 娘 起来了 吃饭去了 吃饭去了 就是不知道有没有酒啊 不是 那个富道人家喝什么酒啊 你这样子怎么做人家老婆呀 就你话多 你还有脸 好好管教管教你了 非得好好管教管教不可 照这样下去 早把你捅出大娄子 竟然让几个反贼跑了 扎智 你不是满洲第一高手吗 还有你 吃脸家什么天下第一杀手 请皇上息怒 这次的确是奴才一时疏忽 刚刚接到探子回报 反贼洪西关 正在前往广东一带的路上 奴才已经派出了四大高手 前去围杀 势必夺回名册 将天地会反贼一网打尽 恳请皇上 再给奴才一次 带罪立功的机会 如再有半点闪失 软以死谢罪 好 朕就再给你一次机会 记住 如不成功提头来劲 扎 扎 踢去 去 老板 开开门啊 老板 老板 谁呀 来了来了 有什么事啊 大娘 我想 借住一晚 小伙子 这么晚了 你到别处去吧 大娘 我赶了好几天的路了 都没有休息 我真的走不动了 我只留宿一晚 天亮我就离开 可是 这里没有客房了 没关系 我睡柴房也行 睡柴房 嗯 那好 那行 你跟我来吧 谢谢大娘 来 小伙子 你就睡这里好了 小事小了点 睡个人 还是绰绰有余的 你就将就将就吧 多谢大娘 麻烦您了 这里其实挺好的 夜里风大 您还是赶快回去休息吧 你还没有吃饭吧 锅里还有点粥 你要是不嫌弃的话 我热好了给你送过来 我这肚子还真有点饿了 麻烦大娘了 麻烦大娘了 不客气 你等着啊 我热好了就来 您慢点 好 真是出门欲贵人哪 不知道叔叔现在 到底怎么样了 好 红堂主 来 快进来 大娘 不好意思 今天晚上打搅了 来 小伙子 谢谢 真热喝了吧 喝完了睡觉就香了 保证你明天赶路有精神 别烫着 谢谢大娘 跟我娘熬的一样的味道 谢谢大娘 好 喝完了就睡觉啊 我走了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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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酱 好 好 好 呜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又是你 是我 红西关 乖乖交出名册 可以饶你一条小命 休想 这些清廷的走口 今天我们却先杀了 为死去的兄弟们报仇 看你一副忠厚老实样 说话怎么这么难听 是该好好管教管教的 好 你 走 我来 洪大哥 跟我走 你是 小弟寒附近 是静人堂奔舵的 洪堂主让我来接你 叔叔 现在不是说话的时候 这儿交给东海就行了 我看 我们还是一起上吧 慢 洪大哥 名色要紧 东海不会有危险的 放心吧 跟我走 快 好了 人走了 我办事几时轮到你们插手了 你 我办事几时轮到你们插手了 眼看就要把那个洪西关给杀了 你们倒好 偏偏跑出来横插一杠子 怎么 你们是眼红我要拿头工了 还是也想造反了 这是扎大人的意思 扎大人说了要活捉洪西关 我自然不能让你把他给杀了 要是违背了扎大人的意思 我们的脑袋都得搬家 你活腻回来是你的事 老子还没想够服呢 不杀就不杀好了 这么多废话 那接下来怎么办 要不这样 你先回去禀报扎大人 洪西关现在的行踪 我去帮铁猴子 有我和铁猴子联手 就算洪西关他有三头六臂 也得乖乖就范 老爷 张先生来了 张先生 方老爷 施玉这孩子生性顽劣 若有什么不懂规矩的地方 还得请您多担待 方老爷严重了 少爷也并非那种不通情理的人 年轻人活泼好动是天性嘛 施玉呢 他 我 这孩子 怎么也不出来迎接一下先生 我这就去叫少爷 你看 这孩子一点都不懂规矩 先生请 少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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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您还睡呢 快起来 老爷请的教书先生 已经到了 少爷 可起不起 你跟他说 愿意等就等 不愿意等回去也行 不要来烦我啊 少爷 老爷现在到处找你呢 他说 要是你再不听话 就真的把你赶出方家了 少爷 你就起来吧 德爷这么说的 德爷真这么说的 是啊 少爷 走了 德爷又玩这套 走 好 快下注啊 各位 好 酒 双出单规 你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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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的 小玩儿 好 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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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马上啊 马上啊 开开门呢 崔花 来了 来了 来了啊 老爷 怎么这么久才开门啊 好 这位是 你好 这是刘婶 是咱们绸段庄的刺绣师父 哦 我请她来教你些女工 一个妇道人家 不会做女工 说出去 别人会笑掉大牙的 啊 要我学刺绣啊 老爷 算了算了 崔花我从小到大 都是舞刀弄枪的 我拿过最细的棍子 就是擀面杖啊 你现在让我穿针引线 恐怕会让老爷您失望的 我看还是算了 好吧 好了 我就这么决定了 刘婶儿啊 你也听到了 我夫人从小就没有做过针线活 你要从最简单的开始教她 是 老爷 崔花你听好了 做什么事都会有第一次的 你不做 怎么知道你做不好呢 刘婶儿 从今天起就是你的师父 你要懂得尊师重道的礼 还不请刘婶儿坐下 给刘婶儿倒茶 要我倒茶 对啊 给刘婶儿倒茶 不用了 我自己来 不不不 你是师父 让我来 你是师父 还是让我来吧 我自己来 你就别客气了 让我来 我自己来 师父 你让我来 师父 还是让刘婶儿自己倒吧 我来吧 方夫人 三个六通杀 你的手气真好啊 什么时候叫叫我啊 胡闹 我让你学女工 谁让你学智骰子 胡后犯上而作乱者 为之有也 君子物本 本利而道生 少爷 少爷 人之本领 刘婶儿 我终于穿过去了 你看 人能干 接下来我们做什么 这个 哇 这牡丹花很漂亮啊 是不是我们要绣 这个牡丹方巾啊 方夫人 你看啊 您只要按照 这纸上 勾的这个轮廓 把线绣到这个方巾上 就可以了 绣完以后呢 用水一洗 这上面的纸 就自然脱落了 好 我试试我试试 这比穿针更简单 方夫人 你慢慢来 不用着急 一针一针看准了来 特别是从下往上走针的时候 很容易扎到手 哇 好痛啊 好痛啊 你说要慢慢来的吧 紫下曰 闲闲一策 是父母 能劫其力 是君 论志其身 对呀 与朋友交 言而有幸 岁月未学 物必未知学 少爷 有什么好玩的 有 我刚刚念的 闲闲一岁 好玩吗 是父母 能劫其力 此句 亦为 与妻子相处时 要尊敬她的贤德 胜过喜好 她的美貌 侍奉父母 则要尽心尽力 是 是 能智其身 此句亦为 什么玩意儿啊 是 这是最新的弹弓 一定能打到 我就不相信我大不追 你 言而有幸 此句亦为 和朋友交往 少爷好玩 要诚信实用 我就不信 这次还打不住你 少爷 师父 我不是你师父 我是你先生 你爹请我来 是教你读书的 不是来教你武艺的 方少爷 功夫可以偷学 可是你肚子里的学问呢 脑子里的见识 是别人偷不辞的 你好好想想吧 方少爷 少爷 苗翠花 苗翠花 你怎么这么笨哪 刘婶 麻烦你帮我一个忙 可以吗 麻烦我 别动 你敢看准哪 我苗翠花 飞镖是很准的 指哪儿就打哪儿 哎呀 我的模样 站住 张先生 这么快就上完课了 方老爷 张某不才 您另请高明吧 张先生 张先生 哎呀 要命啊 你这是怎么了 问他 别跑 哎呀 不要 不要 哎呀 哎 你别跑啊 哎呀 我是不会失手的 你相信我 老爷 您怎么在这儿啊 哦 是不是要去看世遇 我陪你一起去啊 我想找个绳子上吊去 哼 你们真子惨了 老爷 老爷 爹 我没这样的儿子 也没这样的老婆 娘 爹们 有会儿 我好心好意的 请先生来教你读书 请女工来教你刺绣 可你们俩倒好 一个把先生给气跑了 一个把女工给吓跑了 哎呀 娘 你把刘婶给吓跑了 试镜试镜啊 客气客气 你也不赖啊 读书把先生打跑了 后生可畏啊 有其母 必有妻子了 有你这么优秀的娘 那做儿子的当然也出众了 到了什么 到了 你夜里还有我这个父亲吗 你夜里还有我这个老爷吗 有 有 有个鬼 老爷 老爷 你看看 手全都破了 秋花 怎么会搞成这样呢 老爷 秋花知道自己笨手笨脚 你让我学刺绣 我怎么敢不学呢 别说是十个手指突破了 就是让我的手指断了 我也不会有半句怨言的 秋花 是我错怪你了 只要你能明白 三从四得的道理就好了 来 坐 爹 世语也学到了 那你说说 你学到什么了 用他们读书人的话来讲呢 就是 书中自有颜如玉 书中自有黄金乌 我靠打是没有用的 只有把书上的东西 学到这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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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别人才不会偷去 也忘不掉 毕竟 人总有一天会变老的嘛 当有一天世语 像您德爷一样老的时候 那世语 除了这身臭皮囊之外 什么都没有 那就惨了 是不是啊 德爷 这个道理 真是你悟出来的 德爷 这些话是我方氏玉 自己悟出来的 是吧 娘 看来 这次我的心血 也没有白费 这是方家祖宗保佑啊 这样吧 明天我放你们一天假 不会吧 有什么奇怪的 咱们一家人 好久没有一起出去逛过了 也好让我尽尽丈夫的责任 尽尽父亲的责任啊 您也要去啊 对啊 我也去 明天你们看见什么 想吃什么 想用什么 尽管买 我全包了 不过有一条 你们不许入场喝酒 嗯 谢谢德爷 是啊 老爷 我们走喽 德爷休息吧 德爷再见 德爷 你们看看 这大街上每个人都是 没开眼笑的 好久没见过 这么热闹的场面了 每天闷在店里边 埋头做生意 难得呼吸一下 新鲜的空气 这一下子觉得 人精神了许多 也年轻了许多啊 是啊 老爷 您青春永驻 是啊 德爷您长命百岁 怎么了 你们两个没精打采 心不甘情不愿的样子 要是没兴致逛了 咱们就回去了 我帮母从不强人所难 不会啊 德爷 是啊 不会啊 能和老爷一起出来 我们真的是 很开心很开心的 是啊 爷 你们母子俩啊 让我说你们什么好 没有帮老爷 您 您什么时候回来的呀 陈老板 我回来有些时日了 哎呦 真是巧了 您 您看 这是我刚进的上个仇段 徐儿庄庄 老进菊花 一来是孝敬方国人的 二来呀 也是多谢您 这些年来的关照 这顺便嘛 您也帮我看看 还有没有客商 需要这种仇段的 我行李可费了不少呢 好好好 好好好 一会儿我到你的仇段行去啊 好好好 您真是活捧备啊 好好好 我到陈老板的仇段行去看看货去 好 你们俩啊 就在这附近 随便逛逛吧 我们绝不打架 喝酒赌钱 知道就好 去吧 好 好 方了爷 您请 您请 自由啦 自由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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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阿花 您没有发现今天的空气 隔外的新鲜呢 嗯 今天的空气里透着女儿红的香味啊 嗯 没错没错没错 不过偷吃之后一定要擦嘴啊 臭小子 管好你自己吧 好 我们就此分手 一会儿呢 我给你买胭脂 水粉 反正得也请客吗 好啊 那我就给你买冬枣茶叶袋 反正也是得也请客吗 好 就这么说定了 一个时辰 这里见 好 你们放开我啊 别乱动 别动我打你啊 不是 侯爷 你先就好放了我女儿吧 爹 爹 李老头 这欠债还钱 是天经地义的事儿吧 你借了我叔叔的银子 这几年力滚力算起来 少说有二倍两银子了吧 今天把你女儿带回去 就算是利息了 别乱去 傅少爷 我求求你了 我就小翠这么一个女儿 也不能带走啊 傅少爷 滚 爹 你个老不死的东西 我要你干嘛 我个贱骨头 我就是把你当柴火 你也没搬点火去 爹 不过小翠就不一样了 要是他命好 给我叔叔当了十八姨太 那到那个时候 你们就不用守着 这个破酒馆等死了 带走 不少爷 别乱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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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乱动 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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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世玥啊 方世玥 放出来没多久 我听说 他爹不许他在打架 说罪不然的话 这把他淹了当太监 不会这么夸张吧 走 咱们去逗逗他家 好 走 走 放开我 别动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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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老朋友见面 怎么不打个招呼 就走啊 方少爷 你这也太没有礼貌了吧 让我过去 老朋友见面 打个招呼而已嘛 有什么不妥的吗 就是嘛 怎么了 不爽啊 不爽啊 不爽你还打我呀 你不是很能打的吗 来打我呀 打我呀 那打我 是这儿啊 打我 哎 方老爷你来得正好 哎 方少爷 你 你不是天不怕地不怕的吗 怎么 原来你也有当 缩统乌龟的时候啊 啊 哈哈 那你还是不是方世玉啊 你今天怎么了 你平时的伙计呢 怎么全没了 我知道了 你的伙计全在万花楼里发泄了吧 你 是啊 方少爷 趁现在趁现在啊 不爽啊 还没有被淹了 赶紧去省得后悔一辈子 后悔一辈子 你是不是不爽啊 不爽 不爽 不爽就来打我呀 你打我呀 你打我呀 打我呀 打我打我 来来来来 你不打我我不舒服啊 你打我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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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打呀打呀 打呀打呀 我求求你了 帮了我女儿吧 你个老东西 你个老不死的东西 我告诉你 你再跟着 我就扒了你的皮 方少爷 我求求你 你帮帮我的忙 让傅少爷放了小翠吧 我知道你是好人 是菩萨心肠啊 你求他 他就是没有钳子的螃蟹 他自己都不会走路 我还帮你 有是 走 是是少爷 傅少爷 你不能走啊 你把小翠留下吧 你个老东西 你真不想活了你 我打死你 谁呀 傅少爷 傅少爷 少爷没事吧 傅少爷 别打我 是我 方世玉 方世玉 是 你爹可不许你打架啊 是 我爹不让我打架 可是没有跟我说 不让我除暴安良 我爹不让我打架 可是没让我不还手吧 你们几个狗崽子 都有份 方世玉 你别欺人太善啊 你 你要再多管闲事 我 我就 我抓你 我抓你 欠债还钱是吧 他们欠你多少 二百两 我替他还你 四百两够了吧 够了够了 四百两 剩下的二百两当利息啊 错了 这剩下的二百两 是不给你看大夫的 我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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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少爷 他连霸图都搞定了 这我们给他打 这不是毛毛里点灯找死吗 傅少爷 怎么样 傅少爷 现在 该咱们俩算账了 方少爷 你不要胡来啊 你爹要是知道你又打架 你要小心啊 闭上你的狗嘴 本来呢 我只想教训你一下就算了 这次你提我爹 我非 废了你 方世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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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跟方祖宗 方祖宗 我求你 我求你饶饶这一回吧 我 我再也不敢了 我告诉你 我求求你 我求求你 我这辈子最讨厌一个大男人 在我面前哭哭啼啼跪地求饶 你呢 反正有这帮徒子龟孙地伺候着你 有手有脚呢 也没什么用 留着他们也是浪费 不不不不 那就废了吧 你爹 你爹来了 你爹 你爹 你真来了 还骗我是吧 我去 回来 傅老爷救命啊 傅老爷 少爷 少爷 快走快走快走 快走快走 快走快走 好好好 真是好 快走快走 世瑜 嗯 德爷在想什么呀 他在想 今天晚饭吃什么 呸 臭小子 你爹这次向来真的了 真的 嗯 嗯 是真的 是真的在考虑要不要修了你呀 犯错的是你哎 干嘛要修我啊 哎 不是啊 你不是常说有其母必有其子吗 所以呢 他想先修了你再修了我 没错啊 我就这么想的 也是这么定的 哎呦 老爷 我知错了 老爷 我 我 我知道我错了 我 我 我马上就去绣花 从今以后 我再也不踏出房门半步 还有我自费武功 总而言之 以后你怎么说 我就怎么做好不好啊 老爷 臣呢 是啊 那我生是方家的人 死呢是方家的死人 只要你不修了我 万事都好商量啊 谁说要修来的 德爷 不是刚才你说的吗 我说的只是一个方法 好让你们母子二人 好好地反省反省 我知道了 德爷 贵祖宗吗 我会 来 贵祖宗是一定要的 可这次的贵法 却和以往不同 爹 你从哪儿学的 这么变态的方法呀 这方法哪儿来的 用不着你管 为了管教你 我这个做爹的 几乎要把脑袋给掏空了 老爷 这不能怪施玉啊 就怪那个万全副 要是施玉不出手的话 那个刘老头就会死的 是啊 爹 这么说 你是为了救人才出手呢 是是是 你想要万全副的手脚 也是他咎由自取 爹 他真的是咎由自取啊 混账理论 咎由自取 咎由自取 难道你为了救难老头的命 就要万全副的命 你跟他有什么区别 可是老爷 你闭嘴 你以为一个人的生死祸福 就掌控在你的手里呀 九丈未清 心丈又来 你口口声声跟我保证 以后出去不会再打架了 可是你现在却这个该打 那个该打 这个就由自取 那个就由自取 你把我这个当天的 放在眼里了吗 老爷 住嘴 还有你 我告诉你 三个月之内 不准踏出旁门半步 每天在家烧香刺绣 不准喝酒 老爷 您这么说就不对了 你刚才口口声声跟我说 老爷说什么你就做什么 对不对 是 老爷 还有你 也不许出门 更不许胡闹 每天都要在祖宗堂前跪拜 每日不得少于五个时辰 听到没有 爹 那要跪到什么时候啊 你什么时候明白该如何做我方家子村为之 爹 老爷 娘 老爷 老爷 爹 给个期限吧 这样保得很辛苦的 爹 爹 少爷 没用的 老爷 咱们去拿你 爹 爹 你 爹 你 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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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准练武 不准打麻将 更不准喝酒 你记住没有 你是老爷 又是世玉的爹 你说要我们怎样 我们就怎样喽 你这次要再犯了规 一样严惩不怠 其实我这么做 也是为了世玉好 忠玉和孝玉 从小跟我在外边做生意 没有机会都说 我们方家就只有看世玉了 我希望他多读点圣贤之书 长大了又出息 为方家光宗耀祖 这样一来 一家人其乐融融 该多好啊 是吧 天底下的父母亲 哪一个不希望 自己子女有出息的 这次可是最后一次 我南下信他 不许你再玩什么花招 听到没有 听到了没有 是吧 你看 就是 那是 那是 你 吃 你 什么 哎呦 哎呦 方家的列祖列宗啊 你们有没有搞错啊 既然让方家除了我这么个 风流倜傥英俊潇洒玉树临风 三百六十度超级无敌的 盖世英雄方氏玉 又为什么 偏偏让那个石骨不化的方德 来做我的老爹啊 真是家门不幸啊 臭小子 又在胡说八道了 你来了 阿花 快快快 给我把这些破碗拿下来啊 把绳子解开 给你一个美女救英雄的机会 快点 快点 搞定 阿花 你没有搞错啊 还有绳子呢 你拳套没做完呢 不行啊 这回就算是皇帝老子也救不了你 你爹是来真的 如果你还想见到我呢 你就委屈一下喽 我不管 没义气 重色轻有 所以你怎么说好了 来 说归说 饭还是要吃的 来 我不吃 吃了 不吃 看你现在这个样子呢 我也得负责任的 谁让我从小到大 只让你练武强身 从来都没想过 让你好好读书 你看看 现在好了 哼 风破日 云渐月 狼烟飞香 自古豪劫出殿下 飞飞幻斩 一平行为 好难爱 愿也无悔 走死方 无拘疲累 心无间 天不许谁陪 莫然回首时间 始终已最美 盼来生花蝶 永相随 走四方不惧一泪 心无天不许谁陪 莫然回首时间 始终已最美 盼来生花蝶 永相随 风破日 云千月 狼人回想 自古浩劫 初年少